歡迎大家來到東方輝密電台逢星期四、八點鐘就有這個《今日煲新番》 在這個節目開始之前就有少少東西宣傳的 文化傳訊和這個領會就合起來 搞了一個叫領會非常學堂 而Media Partner就是我們Radio Dada 所以這裡宣傳一下這個活動 這個就叫做劉雲傑百分百感覺分享會 在10月10日即是來的星期六 11月8日在和邪商場 和12月6日在慈雲山中心 有一個分別不同的活動 百分百感覺的主筆劉雲傑就會親自到臨現場 以嘉賓主持的身份和現場朋友分享創作上的心路歷情 台下也有百分百感覺展覽和愛情節目攤位 在星期六即是在啟田商場三點鐘 就有我們Radio Dada的創辦人 MC人就會有一個活動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參與一下文化傳訊的網址 或者打電話去39210139 去查詢這個活動 好了 我就說完了 到你們了 不用報告一下 我們行規必要報告一下 好 歡迎你們來收聽 現在你們應該在網上收聽直播 網上收聽直播有兩個方法 分別是www.radio.hk 另外一個方法是www.acrubish.org 大家好我是不會再說話的 今晚由於夏木輝有事 不能離開 所以又是我們兩個老人在衝生場面 我要結答 我可不可以不是老人嗎 算了 今天呢 十月第二個禮拜 其實真真正正正 踏入十月所謂的地獄新番月 由於今個禮拜開始 其實上禮拜未 因為上禮拜其實 禮拜四 都未有新番開始 有 一套 刺方幾不喜歡都有的作品 Queen's Bay第二部 首先 這套 播出街的次序 一邊講下去 報告一下 每次新番播放月 我們都會循例的叫做新番速代表 Queen's Bay第二部 上季講到 整班女國殺到黃都 然後就開始Queen's Bay大戰 而今季一就開始 第二集就已經打到飛起了 當然啦 所謂打到飛起 那些飛起是自己 某些神秘液體 某些神秘兵那些奇麗的東西 一樣是超武營養 超糟糕 但是 你喜歡看就看 不喜歡看就霸就那隻 那你算是喜歡看還是不喜歡看呢 如果你喜歡看這些 雨水橫飛啊 那些神聖妹鎖姿勢啊 或者那些 塞禁屁那些 這個就看得很開心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些 太口鼻太重的話 你可以不看的 那其實應該說 你沒有追上一輯的人 是不需要看的 我會說 保養眼睛的 看你對雨量那個 我執著是多少 如果你巨雨聲人的話 這裡真的是真的 但是 很老實 我是不會覺得這裡有營養 但是照看可以 很老實 就是 都是你上一輯有看的話 你這輯一樣會看下去 但是 你上一輯不看的話 你不可能會 因為這輯 有新劇情 就是醉了 那些東西而已 這套 大家都沒有期待的 大家都可以講下一套 這套就是基效魔神 上一季我看得 是真的 很刺激的 今季是好像 換了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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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期 換了一件事 但起碼一件事 就是今季他的故事 是回到 叫做 比較像 比較速度快 因為上一季我嫌他 就是什麼 拖得很密 拖得叫什麼 叫救命 但是今季他起碼 就第一集 就已經入正題 真是跟你直接 講回 上一個 即他上一個次元 為什麼 男主角會轉生 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起碼就叫 有些劇情講一下 一上一季其實拖得很慢 莫名其妙 那些老土橋一大堆 就是這樣 我對草川啟造 那些片劇 對他的 導演手法 已經沒有任何期待 你看他拍 但樂業 你知道他的水準有多精彩 其實今季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即是很重大的問題 就是 很多我覺得是很頹的戲 居然呢 在今季裡全部有些 第二三季去做 除了 除了之前 除了剛剛講完的 Queen's Play 還有這個 機下魔神 還有一套 奶木版春香的秘密 什麼 不是人渣上報嗎 人渣上報 早就說了第二季 只不過故事還沒完 說一下人渣上報 人渣上報 我是頂不住的 我是看到第六集 開始男主角和經理人有厭 我開始頂不住了 陳井東來嘛 吃LGame界三大廢查 男主角之一 這套東西 我看了四集 其實已經好比 不是看了兩集 因為 當我看見 女主角的水樹奈奈 一定會集到一個平野齡 這個黃金組合 可以了 我覺得 所謂的組合 沒有關係 主要是劇情 拖得太慢 以一個 九九年的故事 它本身這遊戲 已經超過十年 來到今時今日的演繹 以一個這樣說故事的速度 是不足夠 我是撐不下去 我更奇 不是這樣 這一季都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就是說這套的 插進去 你說 那套版春香為何拍第二部 很好奇 我其實覺得《真戀機無雙》拍第二部 更好奇 我覺得這套東西更奇怪 《真戀機無雙》 不是拍第二部 是拍《真戀機無雙》 就是這樣 始終它和《戀機無雙》是兩個故事 這套 好不好意思 我是未看的 因為它上個星期是在NICOL播放 在NICOL影片播放 那它今個星期才開始 真的在電視機播放 那我基本上只是看 韶哥的OP 看到張飛和關羽 站在台上唱歌 就已經摟了 我會有耐性地 看它真正正正在TV放鬆 我以為 基本上我頂得順它玩這件事 我會很快地按bookmark 然後跳到《天帶戰士》那邊 《天帶戰士》第一次再講 這套東西 剛才講了《奶木版春香》 這套東西是奇妙程度 覺得原作已經很頹 除了閃光彈就是閃光彈 動畫竟然可以拍第二部 你不是吧 我看見第一集 我只要給你一面 能登麻美子 看你一集 除了最後能登麻美子 而真人身份出現之外 整套戲都看了 都是兩個節奏 收工 其實是好事 看一集 你可以決定一套動畫 要不然追下去 是很有效的行為 你不覺得嗎 我同意 不過上一輯的第一集已經CUT了 上一輯我看了第八集 那就是你錯了 我只是覺得 唉 我 很大區的能登麻美子 又有《新天木人美》 《重來未有》 《佐藤離來》 《食田街內》 給你面子 我也是有追開的 他這個是桌面下的戰爭 他欠這個能登不是在劇情裏 對 不行 應該要是CREEN BAY CREEN BAY 總之看能登杯 又不是看這套 對 看能登杯是CREEN BAY 因為村情也在 那一套 《純演蠟蠟蠟》 又是說兩句收工 OA版 《顏色村情超能登》 俗稱 俗稱了 俗稱了 我的《護天女友》 他那套《真夏之夜肉制》 我看完 就是一山環有一山高 一畫更比一畫糟 那他的《流水面》 將會是今年最強的畫面 最強的劇情之一 我看完之後 真的一杯水噴到螢幕裡 整集應該這樣說 什麼都不用看 只關心《流水面》 究竟什麼是《流水面》 大家是必須要看的 我知道是賤 但是賤到這麼出 這麼有創意 行 你好東西 製作群 我本年連續最高高大獎給你的 關於《租高》的話 我希望今年年尾的神作 秋之水色 不是 秋空 沒有了 希望秋空的OVA版 可以超越前輩 在這個巨人的磅頭上 站得更高更遠 一畫更比一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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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套又是很糟糕的 空中跌下來的滋物 天降滋物 簡單一句就是 有人說他是出包王女的 少年A師版 但我這套 我記得的是什麼 我不應該去用 蘿王 蘿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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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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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套努力 全套努力也好 總不就是在於美少爺殺必死 而是我們的變態灑上 而我們的K1大人繼續發揮他的 男人變態有什麼錯 等一集就灑上一些 這裏是正的 基本上 男主角寶寺 希望在一個很平凡的生活 過著每一天的人 志斌國希望的同時 周圍遇到很多不知所謂的天降之物 無緣無故降過天使下來 觸發了他這個變態的按鈕 或者變態的基因 其實這一套作品 作為一套後宮型的動畫 很出奇地不是看後宮的 是看寶寺的 看他如何表現他的變態 所以大家不要對這套有太大的期望 你的期望只是在寶寺仲一郎身上 看他如何發揮他 其實一點都不輸給福山陽的變態 官大演技上 因為大家可以說下一套 其實下一套 先說貓縣三國戀 一套差不多一套像 同時上映的 他就說後宮漫畫 動畫 我覺得像是一套貓癡動畫 貓是搶氣的人 還有最搶氣的女主角是貓 是小左貓 還有魯魯貓 拉姆沙斯 還有小玉 拉姆沙斯的配音是田中孫子 而小玉的配音是福山潤 沒錯 又是福山潤 但不要緊 我有田中大姐就可以了 這套真是 我覺得這套真是 給大家一些服務 他的服務就是滿足 公學的粉絲 和魯魯秀的粉絲 我覺得是貓癡的粉絲 因為你喜歡貓 你喜歡的角色 變成一隻貓去耍寶 我覺得這套很有吸引力 男主角的淺角 普太郎 又是叫做不錯 不要要求太多 所以純粹是看 田中和福山潤兩個的上升 尤其田中的毒蝕式 連環爆發 很爽 這套真是可以 畫後宮 但你不用看後宮 看貓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故事都OK OK頹 他不是說OK頹 他有一個點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那個男主角是很怕貓的 但是有一天就不知為何 那怕貓是貓的 一樣的 不同的 怕貓是怕貓 他喜歡貓 但問題是不打刺 他不喜歡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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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貓走來他打刺 你會喜歡嗎 總之他不喜歡 很簡單 但是他有一天就不知為何 聽到 聽到那些貓懂得說話 第一樣 然後也很遇到合主意 他是走過路 不小心就打爆了 不是 打爆了 打低了一個土地公公 但是那個土地公公是貓的人 你倒轉說 就是他有一天不小心 弄壞了貓土地公的石像 結果貓土地公就詛咒了他 他開始聽到貓的說話 其實不是的 應該是調轉的 如果不能做一百件對貓好的事的話 你要變成貓 雖然這個遊戲是有貓 是以貓法 但不是在雷角 是男主角 其實所謂這個一百個功德 我覺得都是 那兩位小佐貓 和老老貓 我弄點他 不要管 這個 又是有點像 大家會說那套 Cobato 或者Cobaca 的招呼 就是要做一些功德 去成績一件事 但我覺得 在這一套裏面 所以說一百樣 就是要做一百樣好事 這一套是留的 這不是重點 反正有一句 我覺得 這樣是好玩很多 你是男主角 其實是給貓去老點 跟著另一套 講起貓 另一套也是貓的 不過就不知道貓的小兔子 就是 Animaru 探精 Kilomizu 他的重點就是 原作狠心正義 這個 這個我還沒算是重點 他的重點是 OP 和ED 都是泰文哥 一套我 一套我 嘴唇的作品 我是 怎樣 就是我 一去看 他第一眼 我是 呆了 我是不是看了些 什麼美少女戰士 本來傳說 泰文版 不是 泰語配音版 但是他的聲優 是 油木壁 左能衝美 還有 休息了很久很久很久 仍然到現在 出於復出的丹霞鷹 丹霞鷹 丹霞鷹 也在另一套 另一隻 很糟糕的遊戲 Love Plus 都有演出的 這個就是另一個話題 這套 如果是一個很正統派的 低年齡向魔法少女作品 就是說 如果你對於所謂的 列邦型的低年齡魔法少女 沒有興趣的話 這套可以斬掉 講完 我還沒講完 還有什麼 你主要是看看 這個 河心政治 究竟是一套魔法少女 是啊 可以發揮到什麼 好厲害的 魔法少女多專業 看她的粉盒 首先 確認同行 然後確認新聞 我說 嘩 這麼專業 果然很高科技 魔法少女 不然我只是搞 這套東西 其實我沒有期待 我會期待 這個河心 在這方面 有什麼發揮 另一套 又是順便說 就是 夢式甜品 甜品師 又是低年齡的少女 向作品 女主角是一時無成的 小妹 突然有一天 發現自己很喜歡製作甜品 而她自己的婆婆 阿嬤 竟然是傳說中的甜品大師 因此她入了甜品學校 就是 簡簡單單單的 幼女蠻 如果你是喜歡看 海外詩的 海外詩的 這類的東西 這類的東西 你會適合看 我姑且會繼續看下去 這一套 你說會不會令我很驚喜呢 我覺得她沒有什麼 這方面的潛質 我覺得 我覺得這東西不好 而是 不是適合我的口味 而且很難說 那我就 已經是 我認為她會四平八穩 很穩陣 所以 以一個 這麼低的年齡層 的 觀眾層 你不可能有些 很出彩的東西 去 讓我期待 那你想說這七彩 當然是經保帆 一彩的話 這個 不僅七彩 要八彩 那 經保帆 我想說的 不是零八零 那部 特進營 MS 這個 這個 當然 在今個禮拜 循環了 不下一百次 她竟然 當那些讀者 在觀眾層的租的時候 竟然 阿葛江由依 這個角色 紅音竟然 阻礙我這部 這部租租 怎麼搞錯啊 不是的 其實 一聽到這個名字 第一時間 已經聯想到 這個 獨眼巨人隊的 某部 特進營 MS 其實 現在 坊間 都是會 跟台翼做 肯普法 避免了 這個 一定不停 重複 有重複的 其實 故事 真是 腿中腿中腿 她 主要是 融入了 英武女神 或者 空觀少女 魔界小金毛 再加上 聯馬 她 她 主要就是 她整條 她整條 就是 一班 不知道為什麼 被選中的人 要去玩 survival game 互抽 然後 明明那個主角 是一個 男角 那些 互抽的 鬥士應該是 女角的 結果要做些什麼呢 應該就是 將男主角 變成 女角 一套齊了 什麼 一套齊了 女子大亂道 性轉換 莫名其妙的 魔法少業劇情 一套齊了 這個 毒性的 到底什麼好看呢 聲優芳 聲優芳 首先 最要緊的是 在聲優芳之中的一題 就是配主角身邊的吉祥物 切腹虎的聲優是野川道子 簡單說就是初代的丁當麵正鄉 這個梗其實在恆普法的原作裡面 已經寫得明白了 這個動畫非常之尊重原作地加上 找回這位71歲的老婆婆女士出生 配到這樣的動畫 就像他所說的 我家裡那隻好像以前的正宜的聲音 然後再拿他特意的畫面補本書 揭到野川道子和野川女士 另一個 我家裡那隻好像福克的田川月卡 然後一場打鬥就是 閉嘴 田川有雞聲 什麼呀 葱油衣聲 一去到這裡我就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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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 話聲好像水雪內內的物體 我還在忍真 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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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一套 在今個星期來說 都算是一套挺熱的 雖然這個故事是不特別出色 但是因為這些那麼窄的梗 就令到大家看得很歡樂 因為有一件事就是 所謂不太出色是好人好厚度 因為在看過原作的讀者 對於作品就說 哇 推到我們第一集看不下去 但是動畫版他拍了 這個那麼垃圾的作品 在動畫版會變成什麼花樣出來 我發現很期待 這套東西其實 很多方面都值得期待的 你期待他在一個媒體上的轉換 究竟會玩了什麼花樣 還有他的聲優梗 一些窄梗 可以玩到一個什麼極限 然後另一套 其實我還沒說完 我想說這個 井上麻里奈配的男主角 或者女主角 他原作裡面就說過 男女聲都是一樣的 很可惜我覺得 他應該跟回傳統的 我家有個變性人 這個亂買二分一 他男女聲找回不同人配 有人可以配男女聲 很簡單 我隨便說幾個 撲落美 道邊明賴 晉藤上美 他可以配一些青年少年聲 但起碼就是 馬里奈是靜態聲 怎麼看都不像一個高中生 應該有的聲音 我覺得其實如果真的玩窄梗的話 找一個男聲去配男主角 可以找中村柔一 沒有啦 不如十年章 或者神谷浩士都可以 神谷浩士都可以 總之神谷浩士和中村柔一 他現在是用白石梁子的聲音來配 我真可憐 因為他的聲音根本就是在 船風管家裡配 譬如說道我的聲音來 你死了嗎 說下一套 那一套 租套都不知如何掃進去 下一套 《11ice》 我想先說這套 好 這套我認證就是 School Day 科幻版 為何一開始女主角這麼像燃業 然後第一番人 變方便 不覺得一開始 他完全不覺得 不是女主角 是主角的姐姐 一開始 我就死了 死了還怎麼像 原來燃業除了妹妹還有弟弟 然後主角變成毒眼龍 然後突然間 有一天世界變成阿空家 然後有些事實來寶 那樣去襲擊他 然後突然間 他好像不知為何又突然回復正常世界 基本上這套 就是有些謎題 第一集就鋪了一些 主角的過去 他身邊的人的過去 現在有些什麼危機 基本上就比較 就是這一套 又是有這個 原作 遊戲原作 這樣的改編 做動畫 他是鋪了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他之後 玩成點 又是另一個問題 那麼 他監督是夏田正美 這個是出了萬一見聲的 所以 我會很有耐性地給這四集 希望四集之後你會有些 我認為 這個故事未必能捱到四集 我怕 我也很擔心 因為夏田正美不是那些 我擔心十一愛 這個原作 當年 算了吧 他不可能玩到一些很出雷不碎的東西 講開原作 另一套又是原作很頹 夏之福藍 動畫版竟然開拍第二季 這套又是很奇怪 這套可以拍第二季不是吧 新房 這是純粹一個新房的大陣送來的 讓大家可以在2009年每個禮拜都有新房超之體 真的好絕望 因為這套第一季叫做緬甲後半拍到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第二季開頭 哇 你繼續保持這裡 頹到不得了 在最後一集看到連新房覺得很頹 叫做什麼 下雨收拆 頭期找這些拍完的算數 然後第一季 一開始 很老噓的海灘 哇 不是吧 海灘又不是一個問題 最主要是 在這個第一集看不到有屬於新房的東西 第二集都不得了 除了 第一集 除了阿布高和首燈電視 除了噓而已 如果噓了我想到什麼噓 可以繼續說 那些不是噓你 我真的想看我希望看新房超之的東西 很可惜第一集 她的 她的 噓 噓 噓 對不起 是大超心 這個已經是令人心寒的 大超心不差的 沒那麼踩人 其實她不差 只不過是叫做長期陰影藍 我希望我在夏之南的春秋冬 看回屬於新房的東西 就是這樣 有時候 就是另一套 有機會說的 監督日高正剛 這次擺脫了日本最偉大的動畫監督 現在她自己監 行不行就這個另一個問題 你這個水抽得很陰 雖然我都很明白你究竟在抽什麼水 不過這個按下不表 記住 這個肯定不是我說的 是某個劍道少女說的 不關我事的 我純粹覆述某個劍道少女 在某個動畫裡面其中一個 我們說一下日高正剛做的那套 就是那些城市的示威隊 有一天把劍被人打斷了 她就找一個傳說中的打鐵仗 盧克 找盧克幫他打劍 誰知道突然間出現了怪物出現的音樂 DQ那些 然後衝出去 看到一隻NV20的怪獸 然後那些士兵拿著100支銅劍 當然打不過了 而男主角老黑用那把劍斬斷了 然後男主角即時用小蘿莉的人根融合路 即時用那把劍斷出來 然後斬怪獸 第一集就這樣了 一套 不知為什麼 女主角的胸甲硬到可以拿來擋飛鏢的東西 看完就爆了 所以搞到很多觀眾不滿的作品 就是這件事 這套真的沒什麼特別 唯一特別就是男主角的那本信念 不知為什麼他做了一些男主角 做了一些角色 各個武功高強的 還是一個勁舉一個 由Sick Persona 接著到天劍傳承者 然後十本武士 接著就是一方通行 今次就是聖劍團造師 但他答案很精彩 一個風奇愛生 一個藤村寶 我想一下 我不是想說藤村寶 抱歉 風奇愛生 風奇愛生 就負責這個Ending 唱得好像K-Only歌一樣 大家一聽到 為什麼又走了隔離棚 我聽完 Yui 我聽完就是 可不可以比我更絕望的 這套是絕望的動畫 但是叫我比面江本信言 我給誰 風奇愛生 我會頂多五集 這裡 我頂多四集 最後 一個時間 最後就說說小溝 Cobato Cobato 一套CAM做完作 大川出帶寫劇本 大家已經是三王直黑線在下頭流來的那種 但是 但放心 不是他在寫劇本 有幻想的致止 基本上 以現在大川飛巴的信用 你看到他的名字 你都應該要害怕的 就是有三王黑線 然後突漢流出來的那種 以這個Subasa 剛剛完結 終於是完結到這樣 你會令到 你會對這個CAM是非常無信心的 但是 他這套是首一 我很欣賞的花特香菜 欣賞 不是 不是欣賞 是我個人而我挺喜歡 你個人問他 個人喜歡他 然後 杜田切 杜田切 當然還有 今季 真的好像這套是女角的桑刀法子 未出場 桑刀法子是配 配上 Tobis 房東 小芝的媽媽 起碼都是女角 不過我應該找回 井上的舊子配 不過 通常來到Subasa 都是這樣 原本那些女角 那些主角 全部換了人 先說一下第一集 講一下歌星邱革 都說得大致 第一集 很簡單就是 魔法少女落到地球 然後他就去收集 人不幸地收集什麼 然後達到他的願望 講完 原作其實我有看的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 不懂魔法的魔法少女 就是她是有 她好像魔法少女 要收集一些東西 去達到一些目的 但是她本人是沒有魔法的 而且她很奇怪地有隻屎魔 一個令我想起 大魔法 山加拉 我是想起特首戰鬥迪卡 就是波士 阿圖連絲 我覺得她 這個屎魔是有些 第六天魔王的感覺 但是 就算是在 New Type上連載的原作 這隻幾夜 五百雅壯大人 她的身世都是很迷 我只是叫她BOSS 其實我覺得 這一套 她跟原作有些很明顯的分別 最簡單的就是 她第一集是找回女主角 原作已經說 Cobato是沒什麼擅長的 她最擅長的就是唱歌 那她今集真的找回 Cobato唱一首歌給你聽 很典型發脆香菜的歌 唱得不是好聽 不是好 但是是很明顯的 很發脆香菜 她不是靠她演技去吸引你 而是靠她個人的 那種蒙特質去吸引你 即是這套典型 是很騷擾個人的 聲優的本事 只是看一看發脆香菜 其次都沒有什麼好說 即是 時間大致就差不多 這一套Cobato我一定會看完 看完 因為始終她這個作品 原作是 很多迷是 未解 而且以New Type 那種連載的長度 她是月刊的長度 這一套完的時候 這個漫畫的Cobato 都是 繼續是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期待大川七奶的劇本 就算了吧 所以就還有這個 《橫手地自止》 頂住 我只想《橫手地自止》 這套 你靠她 這套 這套 應該是兩套的 這兩套 我肯定會看完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 很多動畫 包括這個 今季最強的 我們還沒說 逐稱奧嬌炮 還有 只要反覆讀三次 就是 《橫手地自止》 輕聲細語 還有輕聲細語 幾套 都是今天沒時間講的 你幾套 出奇的 是比較好看的 幾套 是 一定是 這是我的習慣 難吃的東西 當然先吃了 好吃的東西 放在後面 如果我開始說好話 下個禮拜 再下個禮拜 有沒有一些不太好吃的東西 可以說一下 每天狼條狗還未來 可以多給5分鐘 5分多鐘 你們有沒有 早說 我就不同客氣了 先說犬夜叉 犬夜叉我是不會看的 犬夜叉 由於 之前那幾 5年前 2004年 因為不斷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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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現在他所謂的完結片就是 將38卷以後的劇情 濃縮到26集拍完 即是說他26集衝來衝劇情 所以第一集 白童子就已經 便當了 但這套劇的重點就是 在2004年或之前的幾個星優 首先 當時 因為這套作品令我走紅 雪野5月 一套除了這套作品 已經不再配音的高點子 配這套作品時 還未剛剛出道的 《能得馬美子》 《今季另一個女角》 《喪老法子》 《於谷生士》 《深川智智》 算是幾紅 在這套作品 這套作品是幾大牌的 精英好陣容 而且 你這麼急速地趕劇情 我反而有興趣去看 因為他 其實都是沒有的 因為他一定是打內落的 不用說了 還有看片段 就算是結局 大家看犬夜叉 看頭看尾 中間有些都飛了 那 很難會對這套作品有任何期待 那你先說一下有期待那套 有些期待的就是《能登》 即是《天靜我雪》 即是《天靜我雪》 即是我們很順利成端 斬了《賴木板春香》的一套風手 我一直都不會看《賴木板春香》的 這套作品很簡單就是 一個不懂和別人交際 她的樣子是有些陰森的少女 黑小爽子 由於她不懂和別人交際 加上我的樣子經常是精緻 所以得了一個花絕精緻 她的名字都好像精緻 爽子和精緻的音差不多 即是Sawako Sawako和Satoko 對 對 她去高中的時候 一天 教了一個男同學 封組 封組 即是她不懂路 那封組就有一個很開朗的笑容 很爽朗的笑容 多謝了她 由那時候開始 阿桑就喜歡封組同學 其實就是一個爽朗男 和一個陰森女的故事 那為什麼我會對這套有期待呢 第一 《能登馬美子》 即是很少 現在《能登》 即是這麼多法人數 可以配到這麼多不同的角色 今次是 極度有 有用地 極度有效率地運用《能登》 《能登》 是非常之適合配 這些鬼聲鬼氣 但是 本身也是 真的有少少魅力的女角 我覺得 應該說是 今次 這幾年來 聽《能登》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因為她這幾年真的很全面 即是 一使她 出道那時候 鵬獨女王的感覺 但是 這一套她翻轉 我第一次聽她一套 她跟《風口衛》 我第一次聽《能登》 是一套 深夜翻的 不記得什麼名字了 是跟《風口衛》合作的 當時《能登》的聲音 是聽到我叫救命 甚至是回到 有些《奇諾羅君》 最早那一年 《能登》和《阿美智》的聲音 即是一種很棒的 有些呆板的聲音 這次回到 其實她 在這一套 就是 就是 真的有少少感情起伏 無論如何 但她是用了 她最擅長的 不是 大家 真的覺得 《能登》 有時候的聲音 是有點 詭異 但她真的會運用到 在這套作品上 而且這套聲是她平時 開咪的那一套聲 即是平時說的那一套聲 例如唱這些 《卡卡咩咩》 那些聲音 她在這裡會用到 大家會聽到 非常興奮 興奮 你形容真的 真的有可圈可點 但這套作品 以作品本身來說 我覺得 很自如是 不算是 會很吸引 因為我覺得 這個故事 其實已經講完了 雖然她第一集 即第一集的標題 叫做 《Prologue》 叫做《嘴章》 但其實 很明顯 都是你喜歡我 我喜歡你的故事 那究竟 在哪一方面 能夠 可以令人去看下去呢 就是 看一下她 在一個這麼老噴的故事裡面 究竟還可以玩到些什麼 還有這套作品 真是叫做 真是大聲有牌 藍珠的風組 是浪穿大腹的 跟著她 陣容 接著 紮成美雪 和三平游報紙 嘩 然後還有 還有一個 江琦蓬也 真的忘記了 中豬猶一 一隻 江琦鍾衛 真是壞 這些聲音 很慷慨的洗腦 就是 在這個陣容裡面 我們重點就是 基本聲優是不用擔心的 問題就是 怎樣用那些聲優 另外就是 有一個 這麼 懶是硬派的 production IG 拍一套少女漫畫 究竟又會 拍到什麼出來呢 這件事 真的又可以 吃著花生去看 這方面 當然 如果 你是能 好像我能登病患的話 這套是走不掉的 七成對白都是她說的 還有大量讀白 差不多叫做什麼 每一分鐘都聽到能登說話 你要用盡 所以就是有效運用 無論角色的特性 還是真真正正去用能登 都是非常有效 另外就是這個 這個原作者 應該叫澤野春彩 不是 那個什麼字 我還不懂得讀 算了 這位原作者 是 無緣無故 會有一兩集去攝影 真的會 出聲去配這個配音 等等 還有沒有時間 如果說下去 我想問一下 賣游姐 五分鐘 哇 為什麼 這樣就變成超級加長無敵版 不搶了 不搶了 差一點 說了一套 剛才說了幾次的 《科學的超電磁炮》 有名《奧嬌炮》 是今季最大的那套片 有人認為這套才是正傳 我是認為這套才是正傳 先說一下 這套其實就是魔法禁書 目錄小說的外傳 他以其中一個女角 是其中一個女角 遇擺美琴為主角 他那邊的科學線 來做一個漫畫連載 由於他是以他的角度來看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魔法世界存在 而且其實都去得很慢 因為漫畫連載 其實現在才去到 所以妹妹事件 其實他不是去得慢的 只不過他是有少少 跟魔法禁書無錄那邊 無關的故事 即是他將故事推前了一些 之後再接回 關於美琴 Sisters那些劇情 他的故事第一集 應該是在 魔法禁書無錄小說版前三天 即是三天後 他才去到 那位傳說中的老人男主角 上一條當麻出場的 接著一路就是以科幻 即是科幻了 即是當我們看不到 當麻在另一邊 又在破龍手 破禁書 這段劇情的時候 美琴在另一邊 其實是有劇情發展 他就用這種手法 即是叫做背面世界 但由於當麻在這段劇情裡面 基本上出了兩次 一就是在街上撞了美琴 而且在第一集見到 即是叫做經過 總之就是眼美琴看 他不順眼想中他 即是代我們 港大的觀眾出氣 但對不起 在這套作品 是不會打到阿當麻的 在這套世界裡面 基本上你吸引 大家純粹是希望阿當麻 盡量不要出場 應該會出 因為 必然會出 就算這個OP 都會見到他攝鏡 這個非常討厭 很過癮 你留意 其實跟禁書木的OP 是一模一樣的 那個鏡頭 只是不同角度 一個在奧嬌炮裡面 就是以美琴的角度射看過去 而在禁書木裡面 就是當麻背影看過去 剛剛好 那個鏡頭是 有人對比過 一個非常有趣的分鏡 性格方面 女主角就是佐藤依萊 而克子繼續都是辛正利美 雖然有人說他很怪 但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他怪得來很有性格 是啊 我挺喜歡辛正利美的聲音 然後也是有風奇愛生 九春的風奇愛生 還有左 初春 初春的松奇愛生 桂里 桂里王 還有另一個 左 左天 就是伊藤 伊藤家衛衛 簡單的就是 小梅 小梅 還有 微星 就是 就是 他這套作品 如果你喜歡 在奧嬌炮 有人認為他 就是想附正 反映 無論如何 沒有被劇情發揮 但是這套就是附正 因為他只是主角 不是女主角 那麼簡單 我比起沒有發揮 還有一個棉胎 更加沒有發揮 那個真的 算了吧 我覺得這套 在上一季 就是上一年的這個時間 長醒龍雪 去做 托拉多 魔法敢宣武路 找另一位 我不太記得 叫什麼名字 不需要記得 但是來到這一季的 Railgun 是長醒龍雪 做Railgun 這個就很有信心了 非常開心 長醒龍雪 在這幾年 令到這一套的級數 是爸爸的聲音 他還沒握過手 是由一套B級的普通戲 變成一套A級頭 A級頭 今季應該沒有一套 可以跟這個 Well跟爭 還有一套戰鬥師書 我認為是叫什麼 午餐時間 自助餐時間 俗稱叫自助餐時間 我不知道什麼自助餐 但是戰師書 其實興趣不是很大的 好了 其實我還沒說完 還有什麼 剛才聽到有人 剷了你了 還沒 等一會 還有多久 說多兩句 好 兩句 其實來到電磁炮 其實跟Cobato是有點像的 他本身有漫畫原作 但是他在第一集裡面 是有很明顯的改動 例如他第一集 左天其實不是在第一集到店裡 但是在這一套動畫版 就加強左天的氣氛 而且你看到 美琴是收他的口供 所以我會覺得這一套 白味其實都非常之重 不是 錯 左天是上條多馬延伸後供 哈哈哈哈 美琴是他的後供 那他的後供就是延伸後供 其實真的 摩里沙是檸檬的後供 但是摩里沙是周圍的後供 再說下去 我們已經超了 雖然我們是在搶時間 總之這個Railgun是非常之好看 大家 今季如果必須要選一套 就是Railgun 我就是能登的了 OK 那剩下的那些 其實還有很多未上的 那就留下下一集 那今天的今晚報生番 10月速遞號 就Part1 就到此為止